他就是号称成都蹄花大王,一天要卖三百多只,却偷偷在城华区卖了二十多年,从一个三轮小摊做到现在的百万资产。 每天要接待两百多桌客人,就连当地富婆为了省化妆品钱,一个月都要来吃三十一次,手艺从不外传。 蹄花是他家的吸金招牌,制作原料大有讲究。 以竹前蹄为主,大火烧开后,小火炖四小时,熬制皮肉和骨头若脊若离即可,其外观肌肤盛雪,形似飞花,滑嫩细致,熬制的汤又白又浓,猪脚趴而不烂,软糯唇香,裹满酱料的蹄花,入口腊中回甜。 嗯,蹄花。 结果没吃成都蹄花,今天要的话能吃多少算多少,我问他了啊,这叫白云豆蹄花蹄花蹄花,猪蹄开花。 哎呀,真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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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骨头软了,还得这边带劲。 最喜欢这大香的东西,谁知谁不迷糊。 春香,这块整个腊口的,充分吸收啊。 太熟了了。 好吃吗? 不好吃,不好吃。 为啥呀?吃两个还不好吃呢? 真烂了,推香啊。 还是着,这不是你这样一吸,你都吸进去了。 远离起飞哦。 半饭呐? 喂呀,这味儿拦不住了。 每天下午五点出摊,凌晨一点准时收摊,过时不后。 比赛